台席那么在宜兰地区 那么现在行进的路线来看到 这么宜兰的举办的蓝宇节是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也暂时的修缘 海巡人员今天也到了海边来宣导游客不要去冲浪 目前在宜兰的最新情况 请记者带秋荣来告诉我们 秋荣 好的或许是这个台风暴风雨前的短暂宁静 目前在宜兰地区是出大太阳的天气 不过其实早在8点30分的时候 就已经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那么在乌石港这边一直到了9点钟左右 还是陆陆续续有一些冲浪客仍然是还在水里头 因此海巡署人员是赶紧吹哨子来紧急的强制劝离他们 不过由于他们还算是配合 因此并没有来开罚 否则的话是要罚5万到25万元的高额罚金 那么其实由于受到台风的影响 有一些游客其实特地是从宜兰 是从基隆甚至是台北过来这边要来玩水 没想到因为路上台风警报发布 所以只有脚沾到水就必须来紧急的被撤离 我们来听看游客说法 来玩一下下10秒钟吧 为什么 因为到部落上台风警报 我很失望 还蛮失望的 基隆特别过来的 几点就出发 一大早就早起 有碰到水吗 有碰到水 很失望 不管是大学生 那一些同事或者是有这个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小朋友 特地趁暑假来宜兰玩水 都只能够收拾行李 拜信而归 那么事实上也因为台风的影响 本来南宇所进行这个南宇节的活动 也因为台风的关系 必须要在今天紧急的来暂时停止 因此有一些这个舞台也都开始准备在收拾 那么事实上包含了五老坑 东山河以及头城 这三个南宇节的园区 在今天上午都紧急喊咖 也提醒所有的民众 由于这个路上台风也都已经发布了 不要再往海边这边过来 以免来发生危险 以上是目前宜兰最新情形 先把现场交还给彭内主播 感谢观看